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妈的财商课堂 最近新发的一支印度市场的基金特别火 很多人都在讨论要不要买 因为去年的数据显示 印度的指数涨了30%多 很多朋友都在问能不能搭上这班车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首先这支基金叫做公营瑞幸 是一支FOF基金 专门买国外投资印度市场的各种基金 买这支基金最大的风险 而是它作为新基金没有任何历史业绩作为参考 其次是运作成本比较高 管理费加上托赶费一年就是1.8% 再加上它本身又是FOF基金 意味着中间隔了两层的管理方 算下来运作成本很可能会超过2% 真的算是挺贵的 另外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现在也不是入场的最佳时机 从中短期来看 印度市场去年涨得太多 投资印度的指数基金INDA去年涨了35% 现在已经是历史高位了 印度经济增长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比方说印度80%的原油靠进口 经济增长可能受油价增长拖累等等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现在不是最佳的入场时机 但从中长期来看 印度市场仍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具有投资价值的 这几年印度经济发展迅速 连续三年GDP增速都超过了中国 印度现在其实有点像30年前的中国 人口非常的年轻 正是投资赚钱的好机会 比方说小米在印度赚的是盆满钵满 手机占印度市场份额已经超过30% 不光是手机 小米还在当地建了六个工厂 投资了好多互联网公司 可以说是非常看好当地市场了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如果非常看好印度市场 想买入印度市场基金 还是建议采取定投的方式 另外我们在配置海外资产的时候 除非是经验非常丰富 一旦大家不熟悉 就要控制好比例 不懂应可不投 谢谢大家捧场 我们下期见